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罗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看了胃运算符中 什么是胃 对吧 因为想学习胃运算符 就得先理解什么是胃 计算机的底层都是按胃去存的 对不对 直接操作底层的胃 效率是最高的 但是也是最抽象的 所以现在的计算机的硬件设备都已经提升了 所以不建议大家直接用位去计算 所有你想算的结果比较抽象 对不对 但是计算机既然提供了胃运算符那就有用到的时候 你不用还有其他人用 对不对 所以你看一些软件的时候 看一些原件码有别人在用的 你得知道这是什么 对不对 不光是咱们语言里边有胃运算 包括数据库里边其他地方 只要是怎么呢 程序需要的地方都有胃运算的存在 所以PSP也提供胃运算 那看一下胃运算符一构有哪些 看一下不多 就这么几个 那有几个符号你看起来是不是有点眼熟 比如说第一个与第二个和 对吧 跟咱们上了上节课学过的逻辑与算符 有点像对不对 但是逻辑与算符是由两个按针符组成的 对吧 逻辑的和是由两个竖线组成的 也可以用英文字母逻辑与用按针 逻辑或用呜 对吧 那这个跟那个作用不一样 对吧 那个是逻辑运算 是运算两边不可行值的 对吧 而这个两边一定怎么的 要按位去过去 意思是一个 但是呢 执行的大的方向不一样 但是这个符号后期咱会说 也可以按什么去操作啊 按逻辑的方向去操作 那咱们来做一个实验 那两个按针符的咱们说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看下笔记啊 短路 短路那是后边的朋友说的 两个只要是这个符号 你看这个符号是两个符号对不对 对这个符号是一个符号 它俩区别就在于一个是一对 一个是单个对不对 比如说咱俩讲的咱俩就是一对对吧 看视频那小子他就是单个的对吧 那逻辑这个两边需要运算的是什么 不而行之 对吧 这边也是 B O O R B N 那等于的结果是不是也是不而行之 对吧 那逻辑运算中这个语要求两边都是真的时候 得到的结果是真 对吧 那未运算呢 两边换算的是什么 一般的就是整数和符点数 整数和符点数 比如说 咱这块写上一个12和13 那这个结果应该等于什么 咱们先算一下 咱用计算机打一下 看咱们算的对不对 那咱们这样列个式的 先把12换算成位是个让 先把12换算成位 那12345678 12345678 12345678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数吧 那12是多少加多少 12等于 按照刚才那个 对 最大的是816超过它了 对不对 那8 2的次费次方倍数 那等于8加上4 加4 那直接等于12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值 8 421 这个是1对不对 这个是1 是这样吧 这个结果是12吧 所以呢 要想做按位运算 先要把这个数换成位 对吧 那 当然了 咱们直接计算的话 他自己就算出来了 只是咱们想理解 先这么理解 对不对 那13又是多少啊 13 13等于8加4 对吧 再加个1 对不对 对 所以这话 对 刚才没说了 多个1对不对 这话 是不是这个 他们两个经过什么运算呢 为运算 来一个等式 那逻辑上的按位运是两个都为一针才为针 对不对 那按位运算的运就是两个都为一的时候才为一 见证吧 两个都为一的才为一 那前面为0 那结果就是为0 对不对 能为0是不是就为0 都为0就是为0 对吧 0 0 0 是1的是不是才为1 是1的才为1 0 那0所以 两个都为1的时候才为1 对不对 所以结果是0 那这个结果 想象多少 12 12加4 对吧 不是8加4 你看这话 这位是8 这位是4 对不对 所以结果是排12 对不对 现在理解按位语的吧 把两个书换过来 所以咱们现在做个实验 按照刚才咱们算的结果 我之前为大部分答应就行 你当然可以把这两个书放到两个变量里 对不对 好 现在再看一下 12和谁啊 13 13 得到的结果可不是不耳形 你知道 还是一个整数 对不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我们来这块 localhost的里边 test.prd 看下结果 12 12 是不是算对了 对吧 那刚才 那你这 比如说字母能不能 字母串能不能拿个表 比如说 大A 和 小A 然后 它不是能换算成那个 A4 那结果呢 结果 还可以 结果 那 那 那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 他会把那个再换回来 那 假设说 我说话 跟上 W呢 是不是算是 他就算是换成 正常 那咱们去看一下 大A是多少 大A是65 对 大A是65 对不对 那小A呢 94 小A是97 对 对吧 那我们 这块小A 对不对 然后 我们看一下 他的二净真是多少 65 65是多少 加多少 64加1 64加1 对不对 那97呢 64加上32 这是多少了 是不是96了 加1 加1 是这样的结果吧 那他换成是二净致 咱们就写后边法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对不对 然后 这个是 1这块是1 对不对 然后 2 4 8 16 32 64 是不是 这是1 对不对 然后 97 97这块是64 这块 然后 32 64 这是32吧 然后呢 还有一个1 对不对 那你看这个 如果我按什么 刚才W的不好算的一个多少 就是大家晓得 对不对 一语 您看一下 现在的结果 看到了吧 同时唯一的时候才唯一 这是多少 10000 你看 1001和上面那是一样 所以暗卫一语 还是多少 还是 多少 对 还是65 对吧 这就是 暗卫一语 你什么类型 用温算 对 这是什么类型 对吧 那我这块 直接这么写呢 大A和 什么 和 刚才是小A 对不对 97 那这样会什么结果 这样会什么结果 大A 所以以前的时候的 是结果 就是0 是0 对 刚才算小A 是不是97 跟这一样 为什么是0 不认识了 为什么是0 因为你跟整形 位于算了 这边相当于什么 这边就相当于 对 他转成整形 这个A不转成0了吗 对 都转成0了的话 你看就相当于0和97 那0全是0 他肯定没有全是1的 对不对 那结果就是什么 看 就是0 对不对 他会有一个 类型自动转换 听着吗 就要做不算 和整形相加运算 怎么转呢 对 是不是做算转成0 对 是这样的原因 比如这号写上12 就不算了 因为 怎么呢 为什么说 咱不算了呢 因为 这样去运算的 情况极少 对不对 同一类型才运算 其他类型都不运算 当然古典数也一样 对吧 只要是你会将这个数转成二进制 那你就会运算那个值 理解的问题吧 这是暗卫语 理解了吧 那现在咱们 再稍稍说一下 他可以作为逻辑运算的语用 那刚才说了 逻辑运算的语是怎么的 看一下 刚才咱们写了两个号是这个 两边都需要布尔形值啊 对不对 那 他这个原理和这个原理是会都差不多了 对吧 那用这个做逻辑 算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布尔形的真假值 是不是也会自动换算的逻辑啊 对不对 他比上边的功能 记着他完全能代替这工作 听懂吧 但是换的结果不是什么 比如这样 维尔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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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你看 我这写个 T R U E 处 对吧 然后 我用这个换算成个假 看到了吗 两个符号 那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Boss Boss 对 你看一下 是不是Boss 对吧 这是逻辑运算的Boss 那我现在用一个值呢 去换算呢 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咱说了 逻辑运算两边需要布尔形值 算出的结果是布尔形值 对不对 现在我用未运算 用未运算 刚才都能看到了 大就是大A和97是怎么个结果的 变成的什么数 是不是变成整数啊 对不对 那假如说这个不是安德福运算 是个加法运算呢 两个布尔形值 又是加法运算 他会怎么怎么的结果 对 你看一下 他会怎么的 是不是转成整数的一样 那现在我就是同样是运算符 我现在换成的谁运算符啊 安德运算符 对不对 那布尔形的真 就换成成一呗 布尔形的什么 甲就换成什么 零呗 对不对 那得到的结果呢 是不是零 是不是零 对吧 是整数的零 可不是什么 可不是布尔形的甲 听懂吗 那零 能不能再一负语就是当甲用 可以吧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这块 比如说 刀罗费大于5 并且 刀罗费 小于100 我这样写 可不可以 可以吧 因为这边 你看 换算完是布尔形 假如说 A这块等于是 刀罗费等于100 对吧 刀罗费等100 这不等100等100太大了 等于10吧 大于5 是不是真 对吧 那并且 A小100 是不是也是真 两边都是真 用一个方法预算 那就两边都是一 用一个方法预算 对不对 那结果是不是还一 对吧 安分预算 那结果还是一 那我们看一下 一能不能带布尔形 真来 带地 所以完全这个式子 可以是什么式子 可以是一个一负语 可以不 对吧 完全可以是这样 对吧 那现在我这样 现在你看 我再 看一下他跟 那既然完全一样 为什么要有逻辑 逻辑的语 为什么不全用它 咱前面重点讲过一个问题 逻辑语有一个什么 短路 短路 对 那这里边我们看一下 他会不会短路 我们这块 换算一个符号 B 你看 我先有两个符号 对不对 A 比如这块等于3 对吧 然后这块 当初B等于5 随便写一个值 对不对 然后这写上 B加加小100 看到了吗 然后我这块输出 只输出B的值 如果后边执行到了 B是不是加加了 对不对 加加了原来是5 是不是再输出应该是变6 对吧 现在前边什么数短路 前面不成立了 后边是不是就没有必要执行了 现在A等于3 A大于5吗 这不就假了 前面根本怎么的 就不成立 后边是不是就没执行 没执行的话 B那个值是多少 是不还是我 对吧 但是如果怎么的 我这话换成一个符号 作用是一样的 但是呢 现在他不转路 也就是使用这个做逻辑计算符的话 两边都是什么 两边 都是 判断的 都是执行的 不短路 也就是这个 所以大家不需要短路的情况下 计算逻辑就用这个符号 OK 所以这个位运算符用的最多的就是在这里 地方 不要想为什么关系 就想着这个一个符号不短路 听懂吗 这是咱们用到这个逻辑 就是位运算中的雨的一个时机 那现在看一下 前边条件 哎 也就是3大于5 根本不成立 对不对 但是后边也执行了 B++也是小一版 对不对 不管这个里边怎么执行 但是B++执行了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结果多少 是不是6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B++执行了 对吧 那他俩的条件是一样的 结果是不成立的 这因为这里边的什么 东西是没输出来的 有点这块数分加上1 对吧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没输出 条件是不成立的 对吧 所以一个号两个号 能理解了吧 好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跟大家介绍的 微运算符中的其中的一个 那下节课呢 我们继续 把其他的运算符 向大家介绍 好 谢谢大家 这几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加抖 我们把这些还ING 再 gay 我猜 您 retire